腊八节究竟从何而来?这天为什么要喝腊八粥? 关于腊八节的故事版本很多,今天我们一起回到历史去探查真相 我们先梳理一下关于腊八节五个最流行的说法,究竟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? 其实腊八节比你想象到还要久远 虽然现在腊八节不如春节隆重,但它却与春节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古代称为腊纪,根据史料记载,腊纪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 孔子在孔子驾驭中就记载有徒弟自贡参加腊纪的故事 出名腊月举行祭祀活动,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非常流行 每一道腊月,从百姓到天子都非常重视祭祀活动 天子祭祀活动又被称为天子大喇叭 天子会祈求四方出神能够保佑国家来年风调雨顺,五五风登 在祭祀活动结束以后,用来祭祀的八种谷物会合在一起组成粥 天子将这些粥赐给参加活动的大臣及老百姓 也会给寺院分发各种谷物粮食,这便是腊八节的原型 但是之前只规定节日在腊月,具体的日期仍然没有固定下来 直到汉代,才明确了腊季的具体日子 冬至后的第三个数日为腊日 而且祭祀的对象也有原来的四方八神 改成了门、户、天窗、造、行、五位家神以及列祖列宗 到了南北朝时期,正式确定了腊日的日期为每年的十二月初八 从此以后,腊八节正式确立了 但当时还没有喝腊八粥的习俗 直到后来佛教传入五国以后 将五国传统的腊迹与佛成道日结合在一起 使佛教更具有本土意义 更容易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每到这一天,寺院便主粥分发给百姓喝 喇叭粥便由此慢慢的产生了